秋冬時節往南飛 七千科技工作者更攻海南 边上就不要 要取得那个图形里面的 中国晚庄中国粮 南帆硅谷与世界种 中国的独特的技术 往来嫁接到巴西的 这个平衡资源当中去 往来返回来再出口到巴西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张静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 种业创新 刚刚结束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强调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事实上当我们端起 一碗白米饭的时候 你也许想不到 这些稻米的种子 扒成来自海南的南帆基地 所谓南帆 是指将水稻 玉米棉花等夏季作物的 育种材料 在当地秋季收获后 冬季拿到我国南方 亚热带或热带地区 进行繁殖和选育的方法 每年初冬 南帆的季节又到了 全国各地七千多名 农业科技候鸟 相约海南 在田间地头忙活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平时六年多前 今天上午我们主要就是 做杂交 早上六点 天刚蒙蒙亮 海南南帆科研育种基地的 育种园雷梦云 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今天他必须赶在上午十点前 完成这片二十多亩水稻田的 水稻母本捡碎 为接下来的寿粉做好准备 一般就是捡到九点多的样子 为了保证安全性 不然的话你到时候捡 久了有些早一点有花粉的 然后就可能就随着风飘过来 然后可能你这个柱头上 就收了其他的花粉 水稻是雌雄铜花的作物 自发授粉 因此要预出更高产 更优质的杂交水稻的种子 必须通过人工干预 将两个具有不同遗传特性的 水稻品种和类型 一个做母本 一个做副本 经有性杂交以后 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杂合体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研发和推广 杂交水稻的国家 中国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 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 杂交水稻功不可没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曾评价 杂交水稻的成功 一半的功劳 应该归功于南凡 直到今天 南凡基地的科研工作者们 依然在田间地头 致力于水稻的育种 上午10点左右 日头逐渐蒙起来 这正是水稻副本 开花出花粉的时间 水稻花期短暂 而且只有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 处于盛开阶段 雷梦云必须利用这个时间窗口 挑选出合适的水稻副本 将水稻副本的碎子 放进口袋装好 然后再将它们的花粉 售给之前选好的母本 为了防止被污染 授粉完成后 母本倒碎 也必须用袋子密闭好 雷梦云对人工授粉非常熟练 2020年 他刚刚大学毕业 在南返基地的农田里 像他这样的本科学历 是最基本的配置 您的学历现在是什么 我的学历比较低 我觉得学历是本科 您的学历是 硕士 硕士 目前在这个田里 您应该是已经是比较高的 是吧 在一五五不是不是 我们种种种的夏天的都差不多 把全国各地的专业机构和科研人员吸引到海南来的最大理由 就是当地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 地处北纬15度到18度的海南省三亚 岭水 乐东三市县 沿海岸县 年平均气温24到25摄氏度 1月平均气温超过20摄氏度 而且每年10月到第二年5月 台风等自然灾害显有发生 这样的气候秉赋 足以使一个品种的育种 周期缩短三分之一到一半 因此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每年的秋冬时间 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 纷纷来到海南开展科研育种 通过南凡 我国主要农作物 完成了六次至七次更新换代 每次品种更新的增产幅度 都在10%以上 这些数字的背后 是一代代被称为南凡人的 农业科学工作者 日复一日 在热带烈日下的枯燥劳作 顶着太阳干的嘛 就是正中午大太阳的石座 这么热为啥穿这么厚 保护一下 现在还没找到女朋友嘛 一个成熟的水稻品种 从无到有 育种选种试验 至少需要八至九年的时间周期 十个世代繁育过程后 才有可能推广种植 这个育种季 雷孟云他们的任务 就是要把负责人孟秋成 从湖南带来的35个种子品种 完成配组 2021年10月份在湖南流洋 基地收获的种子 爱十四个母本和十一个副本 两两配组 就获得264新组合 参加下一阶段的 那个残杀的评评实验 一季筛选200多个配组 南帆一年有两到三个育种季 孟秋成团队就能筛选和淘汰 几千个配组 但经过如此海量的工作 所选育的这些水稻 在业内也只能称之为材料 培育新品种的成功率 平均不到千分之一 有的育种者甚至一辈子 也没有育出一个品种 我们也不知道 谁和谁杂交 它的后代会更好 我们也只有通过不断地摸索 不断地去杂交 不断地去配组 才能知道 它后代到底表现好不好 边上就不要 去那个树心里面的 边上怕是吊的骨子 这里是湖南省在海南建立的 南方育种核檐基地 总共占地面积约两千亩 杨远柱他们正带着团队成员 在育秧的20多亩地里 进行取样 我们每年像这样的选种材料 大概有12万到15万份 主要取它的叶片 它的绿色的叶片部分 大概取个两公分 放在我们的取样板里面 然后在我们高通量的机制上面 进行检测 它带不带有什么基因 比如抗病 抗虫 耐高温 耐低温 这个品质怎么样 通过高通量筛选 就能了解隐藏在猪叶形态 碎粒大小等外观里面的基因信息 大大提高了育种的效率 而当时钟拨回到40年前 杨远柱第一次来到南凡基地时 别说这样的技术是天风夜谈 就连最基本的交通和配套都成问题 基本就是那种石头路 从海口到山崖 要坐一整天 那边天没亮出 到这边天黑了才能到 要坐马车 牛车 所以感受那个时候还是非常落后 今天从湖南长沙处发 到达这片科研基地 不过五六个小时 交通的便利 汇集起更多的资源和人才 近几年 每年有来自全国29个省份的 700多家科研单位 种子企业 7前多名科研人员 从事南凡工作 2015年 国家南凡科研育种基地 海南建设规划 2015到2025出台 划掉26.8万亩科研育种保护区 南凡基地建设 自此成为国家战略工程 如今依托南凡基地 杨远柱所在的公司 在国内共设有7个育种站 国外也设有4个育种站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杨远柱现在只能通过视频连线 来了解国外育种站的情况 他们正在对巴基斯坦 当地的一个优质水稻品种 进行改良 最近这个新品种刚刚收获 他们一个很有名的优质道 常规优质道 产量很低 他说我们这个杂交巴斯玛地 在那边的产量 可以是它的两倍 然后品质的就是达到了 这个巴斯玛地这样一个品质的水平 现在杨远柱所在的企业 在菲律宾市场的占有率 达到17.5% 在巴基斯坦的占有率 超过了25% 然而国际市场的逐渐壮大 也对制种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以往他们的生产模式 是由农户分散制种之后 再统一收集 由于各家量晒条件不同 导致质量层次不及 一度成为困扰公司和农户的难题 如今这个难题正在得到解决 就在距离灵水100多公里外的 勒冬县黄流镇 两栋崭新的厂房刚刚建好 这两栋厂房 总体的面积是9000平米 年产能是900万公斤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把我们在勒冬这个地方 跟我们委托这种的 这些农夫的制的种子 能集中的起来进行烘干 清选和加工 这也有利于就是从种子从海南 返回到这个杂交水稻的主流区域 长江流域 另一个我们这里也可以将来 对外进行一个贸易销售 一个重要的基地 陈光瑶介绍说 由于这是国家杂交水稻 两种繁育基地的一个项目 因此他们自筹资金 只占整体投资的二分之一 在海南进行农业生产 还是国家给的政策 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我们这个项目总体 这个一号和二号厂环的话 这个整个投资是3658万 中央投的资金是1459万 海南省农业农业厂厅 当时还配套了400万元 2018年国务院印发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实验区 总体方案 明确提出 加大科技国际合作力度 创建南凡育种科技开放 发展平台 划定特定区域 通过指定口岸管辖 和加强生物安全管理 建设全球动植物种植资源 引进中转基地 探索建立中转隔离基地 保护区 检疫中心 种质保存中心 种源交易中心 在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之下 创新加速器的南凡硅谷 也正在成为 种业开放的高地 在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 吕玉平团队 出口到巴西的技术 已经收到了 当地试验后的一手资料 他们正在进行分析 2017年 吕玉平所在的公司 收购了巴西一家公司的 玉米种子业务 虽然公司销售良好 但是当时每年需要支付 高达三亿美元的专利费 核心的芯片 和核心的一种改善技术 都掌握在美国 三到四家公司手里 每年都交 不管你赚钱与否都交 换句话说 就成了给国际公司打工 就你的事业 你的双手双脚 就是被别人卡了脖子 核心技术成为公司开拓 国际市场卡脖子的问题 2018年 在公司寿命之下 吕玉平开始筹建团队 就落地地点而言 北京 深圳 长沙 都是十分不错的选择 然而 看到了自贸区创建 南凡育种科技开放 发展平台的企迹 加上三亚市政府 招来人才的诚意 2019年 吕玉平在三亚注册公司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没有实验室 所以市领导要求 我们海南单地部门的 可以说是什么 这个有地方出地方 有仪器出仪器设备 有温室出温室 有地出地 团队一进来 可以说一天时间都没耽误 直接进实验室做实验室 2020年 吕玉平的公司 正式搬入亚洲湾科技城 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 亚洲湾科技城将重点打造 一港三成一基地 其中的南凡科技城 是南凡硅谷的主要载体 在2000平方米的宽敞空间 科技城配套了 所有的仪器设备 亚洲湾科技城对我们 一共支持了两个项目 在一起 应该不所谓的情况 以起拎包入住的硬件配套 对吕玉平团队来说 亚洲湾科技城 更大的吸引力 是正在建设的 全球动植物种子资源 引进中转基地 巧腹难为五米之吹 要从根本上 解决巴西市场 遭遇的技术瓶颈 首先得把当地的种子 引进来 2019年6月 三亚市成立了 中转基地领导小组和指挥部 2020年5月 基地完成了首单 科研用作物种子入境业务 经过约4个月隔离市众 吕玉平团队成功引进 230千克巴西玉米种子 2021年初 吕玉平团队成功将 巴西市场急需的技术 出口到了巴西 目前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 按照常规的话 就是说 中国的玉米这些材料 出口还是很难的 是受国家管控的 那我们向农业部提出申请以后 农业部经过专家委员会的评定 因为我们的技术 是中国的独特的技术 往来加接到 巴西的 这个品种资源当中去 往来反过来 再出口到巴西 实现 这个国外的种子 资源的进口 再出口 再开发 这种 这个 外循环 这种战略 2021年4月 海南自贸港 又传来重大利好 国家出台政策 放款海南种业市场准入 简化审批 促进种业发展 这个立足海南 服务全国的科研基地 正在吸引更多的金凤化 然而 要引凤先筑巢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 海南自贸区 如何保证育种机构的 用地问题 是当地政府 必须要啃下的 一块硬骨头 这一天 在赤草村村委会 一场由亚洲区 农业农村局 牵头进行的协调会 正在进行 这家来自广西的种业公司 希望能够在村里 流转60亩土地 进行育种 比较难点 因为 如果我们自己去谈的话 有的农民肯租 有些农民不肯租 所以我们比较麻烦 农户不肯出租的原因很简单 三亚是我国南蔡北运的 重要基地 公司希望 占用土地的秋冬季节 正好是自家蔬菜 能北上 卖个好价钱的时机 我也不同意 我们大概一亩地 也是赚一万多两万这样 黄永明只有一亩多地 但是位置却恰在60亩土地中间 如果他不同意流转 那就无法保证 种子的纯度 育种也就无从谈起 这一批地的话就有23家农户 因为我们土地还是碎片化 每家每户都要去做工作 每家每户征求意见 最后要多次开这个座谈会 在一起 然后谈完了以后 还要我们育种单位 他还要理解和支持 南帆育种最重要的气候条件 就是在冬季一月 平均气温不能低于20摄氏度 实际上 整个海南省达到这一条件的 26.8万亩土地 已经全部化为南帆保护区 实行用途管制永久保护 其中有5.3万亩作为核心区建设 仅在亚洲区就规划了1万5千亩 用来支持南帆育种 虽然有硬核的法律保护 但经常跟农民打交道的 亚洲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怀良明白 要想做通农户工作 还得过好民意关 算好经济账 根据你们算法的意向 看看这个价格3,400 看黄酉河这边 有没有什么意义 和意见 一年 我们要种一季 给我们种 但是我们也是在那里 也是限制 在那里往 种业公司和农户初步达成的协议 是种业公司在不育种的那半年时间 把土地还给农民自己种 而且在狱种的时段 也需要雇佣农户打民工 有了农业局长现场坐镇 黄酉明觉得这个承诺靠谱 他们的公司 也是按照公司市场价格 也是200块钱一天的 这个方式也好 实际上 在5.3万亩的南帆河新区 土地流转 还能享受中央财政 每亩500元的补贴 除了这些有形的经济收入 南帆育种单位排育出的 优良品种 往往优先向当地农户 推广使用 也在五行中 推动了农户增收 我们整个南帆的科研一种 都比以前条件更好 技术更成熟 所以更有利于我们 取去南帆科研的这些力量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最突出的字眼 是一个吻字 而打好种业翻身杖 就能稳住粮食安全 这个压仓石 2018年 习近平总书记 在海南考察时强调 国家南帆科研育种基地 是国家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 一定要建成 即科研生产销售 科技交流 成果转化 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帆硅谷 从曾经的南帆南帆 又南又帆 到今天的南帆硅谷 海南的种业繁育 已经驶上了快车道 在这片科研沃土上实现的 不仅是对种源 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 和种业开放的先行先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 南帆产业也会成为 新时代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动力 为种业强国梦插上腾飞之意 为中国饭碗铸牢坚实底座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